今日建筑用粮食 先进古城好地理 心安 平安 相对系 第一禅信众主 法主公又称张公圣君 是闽台越一代传统的民间信仰之一 人们相信这座道教神明法力高强会降妖驱邪 虽然信众越来越多 法主公信仰也在东南亚流行开来 在马来西亚 我们的荣幸 特别是在马神这一代 很多法主公庙 很多法主公的信徒 法主公他从小都已经很喜欢帮人家了 那么他学了法 那么他就是很会撒磨 吃那个药 法主公还有三兄弟的 切派兄弟 有张公圣经 红公圣经 跟孝公圣经 那么这也是带出一个兄弟的精神 忠义 兄弟的尊心 法主公信仰文化的盛行 现在马来西亚福进宫甚至和先进集团携手合作 在先进故城建立马来西亚法主公文化馆 7月7日 在众多信仲见证下 签约仪式和动图礼隆重举行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转折点上 我们有机会冲上一个传承文化 团结社区 相复后带的伟大工程 让我们共同努力 让我们的美势 我们的社区永远流传 勇受尊重 我们的认为是先进的概念做到很好 我们副进宫非常地诚意跟先进的做 法主公的文化馆 未来可以和其他国家的法主公信仰的团体合作 主办各种文化的活动 增进彼此的了解 我希望它能够成为一个文化信仰交流和互动的中心 从而引领社区迈向更加正面的画展 三层楼的马来西亚法主公文化馆内 设有张公圣君文化历史记载 及现代化祖先林谷塔位 让信徒更了解信仰起源之余 也能缅怀先祖 凝聚华人社区力量 大家可以聚在一起交流 拜祭我们的先辈与祖先 我认为可以让更多年轻人去了解法主公的文化 文化馆的慈善和教育基金 也可以帮助更多有需要的人 希望法主公的精神 以理念能通过文化馆代代传承下去 马来西亚法主公文化馆不仅仅是一座建筑 它是信众对先辈的敬意 对传统的坚守 更是对未来的展望 项目日后将以以会养会的模式汇集全马信徒 发扬中华文化美德的同时 也推广社会福利 更重要的是将张公圣君信仰代代相传 为后人留下宝贵的文化遗产 下宝贵的文化 感谢观看